如风说梦幻,八卦天天看 1.豹子军团大战于岛 小梅莎的浮战和159比赛都是同一波人打的 202连浮战小组赛当中 小梅莎豹子军团出征,人物全部变巴舌卡 与于岛的双地府阵容熬战60回合 虽然最终输掉比赛,但是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2.新出超强放下女衣服 新出一件160级的放下女衣服 体内双加了55点 并且还有法术伤害减免效果加0.89% 相当于可以给人物增加一定的法防 这件衣服对于浮战大佬来说,也是非常有吸引力 3.幻雪阁帮派进决赛 在第11届帮派联赛当中 夫子庙的幻雪阁帮派,战胜苏迪的自由神殿帮派 挺进了最后的总决赛 从他们在比赛中变现出来的战斗力来看 他们就是本届联赛冠军的最大热门 4.新出150神器宝珠 新出一个150神器宝珠 打完15段宝石 施托灵使用的情况下 纯伤可以达到1025左右 对于玩三宫队的来说 这个武器还是不错的 5.赛季服老板狂换翻版 赛季服这个区域 虽然是绵点卡的 但是老板依然非常多 一天到晚都有用鲜玉积分换翻版等限量的老板 还有老板专门包车找人带刷任务